近日,根据美国媒体报道,在2012年中国辽宁号航母正式服役之后,中国海军力量得到了长足发展,中国在2025年之前将建造7艘航母,拥有数个航母编队,那么中国究竟需要多少航母呢? 本门将为大家带来解析,虽然中国正在积极建造先进的航空母舰,但并不代表中国需要太多的航母, 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,武器装备也在不断快速发展,现在风光无限的主战武器,或许数年之后已经无用无之地,在过去的巨舰巨炮称霸的时代,战列舰代表着一切,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列舰渐渐就失去原有的霸主地位,被航母取而代之,果不其然,第二次大战的时候,航母成为了海战的主角,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,未来航母过去也会被取代,当中国花费数年时间打造七艘航母,却发现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了, 二战之后航母受到各大国的青睐,航母就是大国海军的象征,在世界上能够制造航母的国家屈指可疏, 幸运的是中国已经拥有了两艘航母,航母在发展,反制航母的武器也在发展,比如反舰导弹,虽然如今还未产生反舰导弹击沉航母的战力, 但是未来随着科技发展,导弹击沉航母也不是不可能,当航母刚刚服役便面临着来自各种新式武器的威胁, 例如电磁炮、无人机,在现代战争中,无人科技在某些方面正在替代取人类,在智能AI的发展下, 航母在大量无人机饱和攻击下面前显得尤为脆弱,航母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,以核动力航母来计算, 美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成本高达110亿美元,中国现在拥有两艘航母,辽宁号和国产002号航母, 据消息显示,国产003号航母已经开工建设,预计第四艘航母将会是核动力航母, 如果按照美军的制造成本来计算,七艘核动力航母为770亿美元,折合人民币为5000亿, 这样的价格显然是无法接受的,中国海军还要建设驱逐舰、护卫舰、登陆舰、两栖攻击舰等战舰, 所以资源是需要合理均衡分配,而不是一家独占资源, 综上分析来看,中国目前只需要四艘航母即可,三大舰队各配处一艘航母, 另外一艘航母作为机动,这样就可以保障应付周边冲突, 不会出现没有航母可用的局面,如今的中国的海军正在一步步发展, 虽然我们与西方大国海军还有差距,但是不求量而在于今打造强大海军, 本文有火器营原创,抄袭地久,图片难远于榜中。